早餐店猪排汉堡加一顆荷包蛋 过去加一片要收15块钱 但现在蛋价直至落 老板直接宣布加蛋免费 一涨价的时候也是维持那个价钱 那不如降价的时候就直接 发生现在蛋也过生 我们想说就回馈给相亲这样子 这日连锁早餐店北港分店 他们在脸书贴出公告 响应鸡蛋降价 汉堡类免费加一颗蛋 而且还强调活动占无期限 就是要回馈当地相亲 目前应该是无限期 因为蛋要涨回去这个去向 我看应该是还蛮久的 因为汉堡你加蛋的话 看起来比较大分 大家都吸引过来会吃得饱 现在降了快200多块下来了 有嚇到 近期的蛋价创四年新低 批发价从美金35块降到31块 现在中部地区更是能看到二字头 有蛋商贴出美金26块的价格 买了一袋算一算11颗鸡蛋 等于是一颗只要2.3块 价格直逼产地价 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鸡料 然后我们也想说要回馈这边的乡名 所以我们给的价格都会比较优惠 然后都是采取批发价的方式 卖个乡亲 在降滑鹿港更夸张 已经出现23块的价格 等于一颗蛋只剩下2块钱 摆脱了缺蛋黄 现在蛋量过剩 价格便宜 婆婆妈妈也都有感 以前五六十块 六七十块 八十块也有 甚至八十块也有 那时候真的涨太贵了 降下来真的很开心 现在鸡蛋便宜到都用送的 这家在台中的肉燥饭也很佛心 蛋品降价5块钱 肉燥饭面也直接免费送荷包蛋 趁着蛋价下跌 在不影响城门考量下 业者用蛋作为促销 反而带来不少业绩 东旋 李湘明 李宗宪 林天静 陈太佑 在台中上报导 优独amm co 二伙优独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